哈囉 風景好嗎 不錯 來我們來看一下風景 哇 這個view實在太美了 對啊那個霧氣全部散開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視野 有比昨天好啦 對 昨天霧霾比較嚴重 看這個景很美 來我來帶一下 謝謝 謝謝 我是威廉 我是Kiki 我們今天來到南投縣 仁愛鄉 然後來 體驗我們的第二次露營 然後這個露營的地點 是在五屆的茶園 所以它叫什麼名字 它叫做五屆茶園 對然後晚一點的話 我會帶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個五屆茶園的園區 好 我現在身後它 這個就是我們站板區的營區 營地啦 營區的那個寬度啊 跟長度啊 它好像只有600 欸不是 600X600而已 所以很小 基本上一般的客廳帳 會不建議搭去外面 所以我們家的話就是 我們一個拋帳 然後加一個客廳帳 所以我們家的帳篷今天是降水 給各位看一下 啊這個就是我們家的木 今天睡的帳篷是這樣 大事上都是這樣 對 然後西區的話大概有七個站板 前面車道進來啊 這邊就會有三個站板 然後後面的話 我們是山景第一排 然後這邊會有三個站板 然後後面 廁所的部分的話 也有一個站板 然後上面的話就全部都是那個 彩虹帳 對彩虹帳 然後KIKI的前方啊 這個是整個營區的營地 沒錯 然後我們今天是住 西區那個山景第一排 我們現在要去前面的茶園 稍微晃一晃 看一看 這邊五屆茶園的明媚風光 沒錯 很美很美 而且還要記住 剩下幾朵的櫻花 等一下我再帶鏡頭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們在路上啊 稍微有看到很多 露營區 露營區 然後前面那一區 我不知道是什麼營地 那邊人超多的 然後我那個朋友有說 他這邊的營地的話 他是至高點 可以看到整個五屆 對 對 這個茶的那個高度都很 很疑似很平 很美 這邊就是五屆 五屆開心茶園的入口 露營區 像這裡有一個 五屆開心茶園的露營區 Follow me 那這邊呢 就是可以停車 停車的地方 就是你看你是哪一個營區 你車可以開過去 然後先把你的東西都卸完之後 車子就開下來放 這邊大概可以停車 他在廁所用 這個營地 沒錯 沒錯 那我們繼續看 走 你在幹嘛 我在用我們的下午茶 然後我們是用這個什麼茶 T開頭的 唐寧 唐寧 我們煮唐寧紅茶包 我最愛喝的 這個叫做什麼茶 伯爵喔 這個叫伯爵紅 早午茶 早午茶 OK 早啊各位 早啊 今天是我們錄影後的第一個早上 昨天睡得怎樣 昨天睡得很舒服 你可以拍一下我昨天是怎麼睡的穿著 來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 昨天Kiki冷爆 超冷 十幾度你看 有什麼 毛低 下一個怎麼學什麼 雨柔外套 太扯了 對 然後鋪棉的 殘褲 還有毛襪 昨天真的超冷 還好我穿這樣欸 不然我真的是 冷 到 不要不要 晚一點的話可以看到那個日出 因為這一面剛好是銀 銀東面 我們後面是西 下面 整個的霧氣都衝上來了 哈囉 各位 告訴你們現在才幾度 現在才6度 看得到嗎 所以我穿這樣 合理 呵呵呵 因為這邊海拔大概1000多啦 對 算還蠻中高海拔的氣 沒錯 那我們要再上去 上面看一下景色囉 GO 然後Kiki現在看到 銀主現在種的菜園 它有什麼菜園啊 有 白花園 那個條綠圈 在這邊 這一區 然後這個區是什麼 這一區它沒寫 然後 現在也是白花園 現在看到葉子 差不多 然後它附近它種一些 咖啡樹 然後上面是茶葉 然後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 看台區 然後現在上面全部都是遊客 然後等待 日出的生情 然後我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日出已經出來了 好漂亮喔 超美的 然後啊 我現在用銀本部的角度 來看一下 這邊的日出 這邊也不錯 然後剛剛啊 一早起來啊 就看到很多茶農 一早 就開始起來在採茶了 然後底下的話 我剛剛有看到 一兩位 然後他們都是從 營區喔 這個步道走下來 因為我們剛剛 在上面的時候 是沒有看到有宿舍 只是不知道他們 是從來下來的 應該是從那邊吧 上面這邊有一個 類似像 可以住的地方 現在啊 趁比較沒有人的時候 我趕快來拍他們 五屆開心茶園的浴室 跟廁所 這邊是男廁 然後往這邊 轉過去的話 是女廁 這裡就是他們的 男生的小便宝 然後這邊是可以 吹頭髮的地方 然後廁所 大概都是用燉飾的 然後這邊是淋浴間 他昨天是水很熱 還不錯 然後啊 女廁的部分的話 我就不介紹了 因為大致上是跟 男廁的設置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啊 往這個樓梯上去啊 可以直達A區 左邊的話 他那邊有一個廁所 然後我稍微 上去帶一下鏡頭 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B區是這樣 三個帳 就可以滿帳了 然後啊 他的銀位啊 都會有一個 洗手台 然後一個垃圾桶 然後這邊這邊有放出 你到時候的話 可能要另外包 然後都會有一些 開燈的燈具 你晚上洗碗的話 還是可以用 然後啊 上面啊 Kiki跟他的閨蜜 現在在準備早餐 其他人大概都已經醒過來了 現在我們已經收完裡面的內臟了 剩下外帳要收 來 我們來看 市府區網路上 看到有一些網友 然後分享的這個叫做 魚骨彈溝 然後可以用在棧板區 它可以用在整個縫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壓下去 把它轉 然後就可以上來了 而且它不會移動 我們一般的話 就是這個魚骨 然後你今天風大的話 它會滑 它會這樣滑 對啊 這個好方便喔 對啊 我現在要拆帳 好 我來拍你拆帳 收完帳了齁 我們幾點測了 9點半吧 有經驗了 有經驗了 有經驗知道它的SOP怎麼走了 沒錯 沒錯 那一個 就這樣稍微 讓重了 往下 然後再把它拉起來 這樣就好了 哇 就這樣快 打完收工 打完收工 完美 看 我們的這一區 收完了 我們昨天睡的是這個站板 收完了 來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的view更美了 更清澈喔 今天五屆開心茶園的影片 就此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並且分享 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